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这次情人节巧克力活动是我们结束人体探索后的最后一个悠闲时间 紧接着要进入的就是在这世界回归正常后的接续故事 然后在这边也跟各位说声抱歉 那个上次情人节活动由于我重感冒所以没有拍F9N 这次不好意思啊 而这次我们要前往世界就是位于1999年日本新宿 这次的故事也不输以往 相信大家在感受新故事的同时 也可以享受一番各种大家的老婆 各种英明与你交叉的故事 与前面主线相同 除非打完终局特异点 否则是没有办法进来打亚一打 不过亚总特异点即便是没有打完的话也会接续开启 即便全四个亚总特异点都没有打 之后第二部开启时还是能够直接打第二部了 所以如果懒着刷主线或者是不想在AP没减慢的时候还要打主线的人 是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啦 另外也是每个新主线开启时会连带开启的新素材 不过这次只有增加一种啊 魔术随意 其实啊这个东西到现在次人其实都不算多 可是如果要养新素工的话 或者是接下来的 咕大咕大明智卫星会出现的土方的技能 那个需求量是非常可怕的 另外也就是从亚总特异点一开始会有一个新的真名系统 你们如果抽到亚总特异点的一些特定角色 在原本有名字的地方它是会没有同期的 以新素工为例好了 它的真名为 在亚总特异点新素偏起几时才会开启 如果有幸抽到的话也会同步开启 根据真名开启与否 有时候还会影响战斗以及宝具的特效哦 另外同样也是这次亚一开放之后的新特色 那也就是敌方不再限期只有一条鞋 这样的敌人会必须要消掉两条血或者是更多的血量 而且第一条血量打完以后 额外伤害不会算到下一条的血量 这个真的蛮鸡车的啦 另外台服因应这次的亚一开放 可能会开启第一部主线关卡AB减慢的活动 所以如果还没有推完 记得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它推过去好不好 黑熊我就在说你赶快推过去 最后也就是这次的新素pickup召唤 这次一样会分成两池 如果要冲新茶池的话这一池就可以抽了哦 另外在这边预告一下 新茶我他妈已经抽爆 新素pickup真的是超级帅 我看过他的宝具 整个恋爱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FGO里面最喜欢的男性角色 我真的超爱大叔 而且他配音真的超好听 我在这边就不提我之前去日本参加过那个FGO密室逃脱活动 经过那一次我超爱他 我还买了一堆周边回来 之后可以开箱给各位看 然后我们新素pickup投资也是FGO至今 包含日服啦 唯一一只单体红宝具五星宫 他的地位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如果有想入手的话 绝对不能错过这次的机会 我听他妈把他抽保五啦 小朋友才抽保一 另外在这次主线开启后会有一个白情活动 也就是所谓的男英灵 除了去年期间限制的礼装八选仪之外 今年也会有同样的免费赠送一张礼装给你的活动 到时候也会出现剑植至今的第一只五星男 Saber 亚瑟潘德拉共 Pickup卡池 所以我说亚瑟王不管怎么想都不可能是男孩子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这次的FGO 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 那我可能还有一些比殷勤各位多多尽量 因为我感冒还没好 不好意思 这次总整理就是 亚瑟潘德拉共的Pickup卡池 我之后应该也是会抽啦 好了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FGO的话 不妨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最近有创办Bilibili啊推特之类的 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追踪一下 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就把它按赞分享 然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那记得去追踪我的2的V 按赞我的FLAW 还有追踪我的是TheGrey 那各位观众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